花蓮县一贯道协会 十后上午举办了 新春祈福及才艺表演活动 邀集县内各主县道亲近千人 一起来参加 现场贵宾云集简单又隆重 位在于吉安乡东苍村的 一贯道义德佛堂 涌入满满人潮 里头出了搭起帐篷 带来一连串精彩表演 还安排茶水席 供贵宾享用 这是花蓮县一贯道协会 在十后上午所办理的 新春祈福及才艺表演活动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付词 因为一贯道在世界有八十几个国家 那在我们花蓮有十几个单位 我们有几百间的一个佛堂 你去大家的一个力量 每年会举办这样一个 新春的祈福及才艺的一个表演 还有吃平安宅 希望我们修道半道 可以给它生活化 落实在每一个家庭 现场邀集县内阁主县道卿 有近千人共享盛举 包含花蓮县议会副议长徐雪玉 县议员徐子方 张美慧 杨华美 林哲师 以及花蓮市长魏佳燕等 多位贵宾也都到场 大家互道恭喜 祝福新年 吉祥如意 红年大吉 红年大吉 现场还有摩采活动 市长魏佳燕跟加玛送出两台电冰箱 及两台烤箱 让会员们都超开心 整场活动简单隆重又文心 记者徐立琴 吉安详报道